经典50林就是这款鸡 今天我的小蛙鸡调到了这个围区 这边是万亩粮田 种的全部是油菜和小麦 今天又是个小活 几个小时的小活 就是把这一块之前堆放那个炒舵的产地 给它搞一下 这块产地是堆放去年的稻草草舵的地方 直到今天这些稻草才全部被拉完 再过十几天 等这些油菜啊小麦啊 全部成熟收割之后 就要全部种上水稻了 今天小蛙鸡过来 把这块产地被重载车辆压得发白的地方 给它刨松 防止旋根基 它跟不动 因为这被压得太绑结了 今天这个活就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适合新手朋友来干 就是把土挖起来 然后再放下 也不用去找瓶 就这样 挖进去 抬起来 放下去 再挖进去 再抬起来 刚好我这个挖鸡的长斗 换了新长齿 吃土就非常的快 干这样简单的活 不知不觉 我就敲起了二男腿 还想唱首歌 那就这样吧 在爱到曲中人散了 再给抱一下 问一问你的唱法 不要再问我 真色的拱手 让他按你做吧 到了 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再爱到曲中人散了 那就分手吧 再爱到无需挣扎 不要再问我 真色的拱手 让他按你做吧 到了 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车子来了 车子来了 先装车 等把这个装好了 然后回头再去把那一点土给它翻掉 这里是之前拖来的碎杂石 里面有石头 填了一个斜坡 到这个场地里面去的 现在把它收一收 拢一拢 然后装车给运走 把这条水沟也给清理出来 然后埋上航管 之前的老航管 已经全部被压碎了 厂车师傅来把厂车也开走了 用斗底把这条钩的钩底给大致扫平一下 没有钢丝绳也没有吊带 直接用挖堂把这个航管给挖起来放进钩里 直接用挖堵把这个航管给挖起来放进钩里 好的一头向面 先把它将向面扩下 好了 你可能把这条钩取来留 非常期望 首先 记得 就这样轻轻一抵 接头的位置就严丝合缝了 也不用找什么蛇皮袋子来盖这个接头 直接回田 回田的时候两边同时先回田一点 防止这个管子它跑动 再来把这条水沟给清理一下 清出来的土正好可以填在管子上面 铺一个路去到田里去 拍一拍捶一捶就可以了 接下来开过去把车子倒下来的土 给它平整平整 这些倒下来的又有石头又有土的土 就回田在这条水沟里面 这条水沟不要了 田的时候 上面预留个二三十公分不回田 等一下在对面的沟里挖点好土 田在最上面 这样就可以在上面种庄稼了 田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在对面的沟里取这个好土 没有石头的土 可以看到这右边的田里面种的全是小麦 这个小麦长得也是非常的好 油菜长得也是非常的好 在这条沟里面取土真的是一举两得 既取了土 又清理了水沟 那边的水沟回田好之后 再来把这剩下的没有放松的土地 给它放松一下就可以了 生活虽然扑扑通通 但也要乐在其中 要时常心怀为着那一份感动 将烦恼一扫而空 走过那春夏秋冬 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生活虽然心色匆匆 要学会面带笑容 OK全部搞好了 把挖击停在这个路边的水沟里面 下班下班 今年的油菜好好哦 开着小挖机去评一块产地 那就是这一块产地啊 因为这个产地不够大 所以呢 跟当地的老百姓商量了一下 把这一片菜园地临时征用一下 然后他们说 这个菜园地的表面的土 很肥好不容易给新这么肥了 用挖机把它全部挖起来 打堆放在角落里 然后等回头这个场地不用了 再给它恢复菜园 再把这个土给放在表面 这样新菜才会长得非常的好 你看这菜还没搞干净啊 还有很多菜呢 反正都不要了 全部给它挖掉 这里有一根水管 先配合人工把这个水管给搞起来 有没有哪位老铁知道这些旁边的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是种植什么的 欢迎评论留言 这一根电线杆有点歪 把它这一边给它掏一点空 然后用挖斗 小臂给它扶正 然后再回铁 把旁边扎一扎 用斗子捶一捶 捶结实就行了 这一根电线材 菜园地的位置很矮 少了很多土 咱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剪平 然后稍微给它降一点 降个十几公分 然后带出来的土 就往菜园地的那个地方甩过去 这个水泥路旁边的小高包 给它多挖一点 然后全部找平 找的和那个水泥路一样平 带一点小小的斜拨上来 这样这个产地车子就好跑 为了 多个爸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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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自 Sky all right, the sky is now Sky all right, the sky is now Dongmoe 坐下下的埋居 Longa 放些冰居 Giess i'm on to know I'm on to know you Dongmoe 坐水 Rwamang moe,Biw 坐天上 Fondai 被阿蘇信im 1,2,1,2,3,4 我超过你 干杯 黑头黑头 是那一杯香水 那配夜的美 让我总如下入心动 我尝尝个腿 吃饱了腰味 资格的我只想尽管 你的嘴 拿了吧你 你是我的宝贝 像你的滋味 隐隐的抓随 你宝贝宝贝 我满干一杯 这是你最爱的 好,现在咱们绕到这个馆的这边来挖土 我信心 还以为你 我们一起做 这是一群小姐 把我捧 一人喝一杯 那还能不醉 还有一句话 叫嘿嘿 哎呀哎 我好像也得罪了 单身狗都睡了 走到哪里都是 就双铁队了 我左边是宝贝 右边是哪一位 问我要不要 再来一瓶黑糖 哎哎哎 你来了吧你啊 哎哎哎 你是我的宝贝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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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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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黑糖 哎 宝贝宝贝 我们赶一杯 这是你最爱的黑糖 哎 台大币 收小币 平整 就是这么的随意 我给你个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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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句送 一个很好很好 我给你个喝 我一句话 变足够 我想要陪你很久很久 接下来就是用外界的履带来回的跑 无情的碾压 给他碾压个九九八十二下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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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片三角地的就用挖堵使劲来拍一拍 使劲来捶一捶了 再来配合工人师傅把这个水管给它架起来 刚好这旁边有两棵山木树就地取材 也不用搭架子了 直接给它绑在树上 就很棒 历平好了 这就是花了两个多小时平整的场地的效果 大家看看怎么样 经典五十零就是这款机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砍了这么多竹子堆在这里 把鹿给堵起来了 我小心翼翼地用笃子把这些竹子给推一推 小心一点 千万不能把人家竹子给压爬裂了 这路边的这口鱼潭里面有非常多的鲫鱼 小时候我经常和我弟弟来这个鱼潭里面钓鲫鱼啊 现在一二三四四肢事件 我都想到 你对哪个人跟个色的剧啊 履带式耕田机不小心开到了田边的水沟里面 一边履带全部陷进了那泥里 像这样的情况 也只有挖机才能给它拉起来了 好,现在 用钢丝绳子勾到了挖机 堵背后的钩子上面 我以为我能直接把这个耕田机给拎起来 谁知道 只是我以为 根本就拎不动 你看,履带在打滑 挖机使出了吃奶的剑 还是没给它拉起来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我给师傅鸣笛了 然后做了暂停的手势 我得想一想 到底应该怎样 才能把这个耕田机给拉起来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看看 我看它怎么搞 那边,它都给我一点 你来,不知道 你去那 你去那边,去那边玩钱 你看,还往后来搞 往后来搞 往后来把这要挖掉 要挖掉,把它挖得弯掉 我挖了,把它挖得弯掉 我挖了,挖了,挖了 我想了一想 这样麻辣,硬拽 肯定是不行的 得把这个后面的土 给它降一点掉 好 起雷风 飞着不动的月空 看到爱情只是一阵梦 我 也许 在梦中 生命都在空边了 也许爱你也许爱你也许爱你 我就有心痛 我本身一时一时 直到不可以 让我痛苦为了你 让我快乐为了你 没有爱你 第二次尝试 哎 终于动了 起来了 师傅一边把这个跟情机往后开 我一边往后拽 哎 这不就起来了吗 那现在我约没爱你 对你也许爱你 我心里也许爱你 是 那叫做 那叫做 我心里不信 你不信 还不信 我心里不信 我心里不信 你不信 感谢观看